大家好, 由決戰中環 現在不是, 決戰金鐘, 在金鐘那裏沒有了四人 剛剛不見了一迷麻將 先說說我們今晚原先兩位主持, 為何不見了人先 呂王又是繼續休息, 宵公也今晚有些事在忙 嘩, 還做這個節目你做甚麼? 我們兩個主角都不在, 你看亂世家人沒有了遺魂你 我們會找另一個主角就是你 請到老哥你上來 老實說, 我今天真是很差累 不過一聽到有酒喝, 老實說, 沒辦法了 聽說我要喝醉才可以做完這個show, 到底做到甚麼時候呢? 要不如早一點, 三十分鐘喝完就 是, 舒戒正主, 別說那麼多 我知道大家看這個show, 都是想說一下DQ 是, 是, 是 那, 長毛呢, 你今天四個, 即是四個DQ 加上之前, 一共六個, 是 那, 今天呢, 就, 今天呢, 就有人先做了一張相 其他, 其中五個呢, 樣子是拿開拿麵的 你呢, 就, 即是, 動起兩隻手指, V 字手勢, 就很輕鬆地這樣 先解釋一下, 為甚麼人家覺得你好像很輕鬆的樣子 其實很簡單, 拍照, 拍得多就知道要擺姿勢 老實說, 那, 我鏡頭拍你, 你給過甚麼 其他人就覺得, 沒必要這樣做 其他人就覺得, 沒必要這樣做 即是, 其實真的沒事的 即是, 沒甚麼的 DQ這件事, 就不是真是 我想解釋一下, 我見回梁仲恆和尤慧清 因為沒有見很久了 因為呢, 我記得我最後見他, 應該是很久以前 有很多人就說, 你們為何不支持他兩位 其實就是, 這句說話是說不通的 固然, 可能有些人覺得有忌忌 就不敢去找他 但他兩位都不知道去哪裏找 第一, 第二, 要記住一樣東西 自從這個魚蛋革命之後 你說了, 那些義士都好像你要抽水一樣 即是覺得這塊田是我的, 我耕了 你們不要蝕促我們革命 我去過幾次在門口 那些人又走來走去, 好像很奇怪 又推開記者, 又蒙面 即是, 搞到氣氛很特殊 我想, 既然間, 即是去撐都沒有用了 譬如有一次, 什麼, 以兇襲警 我去到也是 即是, 大家都覺得, 哎呀, 上馬來抽水 對呀, 老實講 第一, 不知道在哪裏找他 第二, 我都有探過那些義士 不過我不是多 因為我是立法會議員 如果他說要見的, 我都會去見的 我當然不是見到很多, 見過幾個 以前, 水火客我都見過幾個 反水火客那些 因為在當時來說, 農曆年的衝突之後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革命是我的 我做過革命, 你還要做什麼 即是, 沒辦法的 那, 長毛這個不需要解釋多了 四十年, 與一日走下去 我真的想解釋一下, 這個我一定要解釋 梁仲恆和尤惠貞見到, 我就支持他 那段Youtube都還沒有, 現在還在有 就是說, 我引福爾泰的說法 雖然間我未必同意你, 但是我會 以生命去捍衛你的權利 即是誓死, 不用以生命 我們中國人誓死, 即是法誓寧死 好了, 另一個就是說 如果一個暴政, 沒有人去抵擋 他不會停止的, 講了 我講的是, 梁仲恆找所有人支持 他沒有人下去 然後就陸續有幾個下去 我講的是, 這些應有之義的, 怎會不做呢 是, 長毛四十年一路走下來 其實真的沒有抽誰 所以社運街互相攻擊的時候 長毛也真的沒有攻擊過任何人 不過他自己本身經常受人攻擊 這個大家見的 講的是梁仲恆猶惠精 當DQ4, 你們這四個人 上星期被DQ的時候 就很多埋怨梁仲恆猶惠精 就說他們都是做壞了 都是他們搞壞了 然後才會有不加這個局面 你怎麼看? 不鎖門, 你就可以進去造賊 是 我不記得鎖門, 就可以進去造賊 最初你不鎖門, 要不然我不會造賊 就浪費時間 其實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我不鎖門關於什麼事 最大的問題是造賊的人 現在 就是了, 喂, 哥 我不鎖門, 你可以做賊 我那天剛剛跌了傳承了提外錢 是不是傻的 我又想起 早前是九龍灣有一宗風化案 有個女生被人強姦 那天我沒有看 然後那個人說 那個疑犯在警署裡奇丟 不用說了 那宗是浪費時間 現在都已經被原案了 我最討厭你馬路 就是說, 你如果穿得不是暴露 就是了 喂, 哥 我現在參加slut walk 已經是第三屆 有一屆我倒楣了 slut walk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穿得暴露, 關你差事 是啊 你是病的嘛 是啊 你有沒有走過, 我也可以走的 我就沒有 但是那個時候 竟然是矛頭指向受害人 說你穿得暴露 所以你就這樣這樣這樣 那就是我們 說錢財不可露眼 作為防守別人搶你 就對的 但是老實說 我錢財不可露眼 你就搶我的了 對不對 很簡單的嘛 那這個 這個要 糧油究竟有什麼問題 要放在那裡再說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說 糧油有什麼問題呢 稍後再說 糧油的問題 現在就被人tq 簡單說一件事 就是 你提到 沒有跟本土派切割 或者沒有跟良人切割 這裏的招呼很差 開始 水塘沒有水 這個問題就是 究竟 你怎麼看這個 守護公義基金 只是幫DQ4 那籌款也是幫DQ4 但是他籌款的 宣傳又會說 幫DQ的人 這樣呢 因為不只是DQ2 因為稍後 你知道 還有 朱凱迪 鄭泰 都說 跟糧油都沒有溝通 到底是糧油方面 沒有主動接觸他們 還是他們沒有接觸 意識所知 意識所知 我現在的手提 應該 我有油衛星的電話 和糧像的電話 不過我最初 不見了電話之後 就沒有了 OK 就這麼簡單 老實說 這些是 大家互相聯絡是好的 其實我見 劉慧青和梁總行 很久以前的事 包括人大釋法 大示威 跟著 他兩位 一位被警察 拿開了 現場一位被警察追捕 就是那時候 按道理 你們坐同一條船 應該多了溝通 才對 不是 要明白這件事 有很多人說 你進去就先抽我水 你要記住這件事 可能我是錯的 我現在這樣說 第一個記住 就是 你進去就說 你不要抽我水 明白嗎 不是 在我身上 我沒有人 指口鼓鼻說我 但是感覺到 身體如 就是 你實在說 在網上 長毛收皮 老 你回歸 都不是多 不是少 那你罵人的時候 我 梁頌雁就沒有罵我的 我記得 梁頌雁就沒有罵我的 又慧青也沒有罵過我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因為那個表演還沒完 就是還在這裡 我在蘋果 就是一周刊做那個對談表演 他還說 請問一些事情 有時候也對的 是不是 有時候才對的 是不是 他就是說 我在 競選也沒有罵過他的 他也沒有罵過我的 沒有交收的 但是這個 這個就是怎麼說 因為梁領的所謂支持者 他的背後不只是指稱連身正 是代表整個本土派 那關我什麼事呢 很簡單 你本土派做不到事 關我什麼事呢 本土派最後的動員就是什麼呢 就是陳浩天 因為 確認輸 那個問題 被人說不准他選 然後搞了一個集會 陳浩天就說 終於我們搞了一個和平的集會 有幾千人很開心 就是這麼多 阿波 我阻礙他們嗎 我阻礙他們走出來嗎 阿波 慢著 你說哪一天動員 如果你說是 港獨集會之後 被人DQ了 那一天 是嗎 那一天我去還被人罵 那一天什麼 那一天被人撞 他們是被人推開 然後被人說 還要是被人錄到片 阿 人力 袁黎明說了一句 麻煩你姐姐 明明他是什麼 當然 我在這裡 我是被攻擊的那個 不是袁黎明 我跟鄭 鄭錦滿 叫他修皮 他就說我叫陳浩天修皮 現在鄭錦滿就沒有這麼討厭我了 有時候見到他打招呼的了 就這麼簡單 你那條片也有在 你被人為了那條片 我沒有聲俗 公司坦蕩蕩蕩 我叫鄭錦滿修皮 鄭錦滿就說 我說陳浩天要修皮 我什麼時候都不認識陳浩天 但是 因為問題就是說 即使是本土派也好 或者是一些社運人士也好 一些泛民主派也好 大家其實是 講就講溝通而已 但其實大家沒有溝通的基礎 你真是用來講的 但是 梁仲恆被人DQ完 在煲底下搞集會 叫這麼多人去 我第一個 我明白 你自己的立場 你是有做到事 但是 不只是你的 泛民主派和你 你都有加入泛民主派的右臨 我不知雙方 我感覺就是 你想找他都難 在這個魚蛋革命之後 就想找他都難 即是你過去就說你抽你水 當然到了確認書的時候 民心說 確認書我整個的宣傳口是什麼 改了 阿哥 昨天831 今天確認書明日23條 我是全力支持 他們 註冊不了 阿哥 有文獻的 阿哥 阿哥 你有沒有看 你沒有阿 我不是說你阿 現在 阿哥 因為那晚你遊行的時候 你不是站在他們那邊 你是站在那邊 整班 拿著旗子在搖那班 而那班是說什麼 陳淑莊說什麼 陳淑莊說什麼 陳淑莊說我當選之後 會幫他們 會幫人DQ的取回公道 請問他們在做什麼 那時候不是DQ 那時候是 是啊 DQ確認書 DQ確認書 那不是確認書 DQ是另一回事 他參選資格也是 DQ確認書 那你discordification 那很簡單 他們自己鬥起來 那關什麼事 那後來他們自己罵 又說 阿哥 又罵他 我也搞不清楚 在哪裏 所以現在不是入理數 就是入那天去遊行示威 去撐 撐撐路 好像變成 這裏有一堆 那裏有一堆 所以你說沒有溝通 這件事 本身就沒有溝通 這個 這個也不用咬 其實這個存在很久的問題 就是社運界 本身 就不要說缺乏溝通 是大家都互相 互不信任 甚至互相內鬥 滅黨正民言 租...! 租親是這裏的 租親是這裏的 租親就是這裏的 這些 發採 壹個髮線清一裏的 因為租親是一直沒有 是你選柬 它選不選到 是你這個問題 你又要別人去 oppose你 你又說我要默蔑了你 是不是 當然梁頌恆沒有這麼說的 梁頌恆跟我講了 在一張對談就看到的 我想我都受到很大的壓力 和我摸這麼好做什麼 我怎麼管他們那些門戶的東西 你說我是不是用400%的 當然不是 但是我已經提了 那些宣傳單商都沒有燒光 我就是說大家要定認清一個問題 今天去用確認書 將來大家都沒有運行 是很清楚的 跌了後面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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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長毛子咪跌了 聽得不太清楚 簡單 講來就是無閉的這些東西 即是 即是 那些火拿素 我的態度很清楚的 有文獻 不要說文獻 再大了 有紀錄 還不可以 麻煩你副來整一下 有什麼所謂 不好意思 技術問題 稍微阻一阻一阻一 簡單一點 過去的事都未必再提 大家 你可以提 我就照說 因為現在面臨的困境更加嚴重 除了是選 選前 他已經是取消資格 不讓你參選 好 那現在選後 個個都有man 個個都可以DQ你的 你自己都贏的 你自己都贏的 梁仲恒 由偉晶他們都贏的 照樣DQ 那個問題就是 我說這個是政變來的 後來沒有用到 口號 其實不是政變 這個不是政變 最初是一部分人 就是一部分的政變 就是推翻那個選舉制度 很簡單 我的說法 攻擊任何人 就是攻擊全體 就是這麼簡單 大耳洞去 公屋那裡 林洪友 他將來去其他地方臨 不是說臨一個 或者可能臨完之後 還有其他事情做 這麼簡單 那你對 好了 但是我真的很認真 有一個問題 你不用認真 跟我說 因為 你知道 你們這單官司 其實3月3號 已經是審完 之後就延遲了 去到7月才宣判 其實你們中間 有沒有 心中有數 大概知道 長官司打死了 我跟大家的 看法不同 因為 一齊生死 一齊死 有些人說 你沒事的 做了五次 這次才檢舉你 應該有情有可原 其實他都不明白 人大釋法就是說 我理得你以前有多少次 現在開始不行 就這麼簡單 那 其實那件事 你說的是情有可原 再他們說的是最大惡極 因為如果沒有我開始 就沒有這件事 04年開山中屍 其實大家沒有去那個審訊 有一個叫Johnny Mock的資深大狀 就說梁國雄就是這樣 一向都是用漏洞的 就是用漏洞的 是吧 他2004年去問一下 夏正文大法官 拿了一個解釋之後 他就繼續做 做到現在 就惡貫滿盈 他就這麼說 沒有聽 我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那件事 打到3月3日 最後那個階段 我們就提出了一個 所謂叫做 有一個因素 就是要他永遠 擱置這件官司的 就是說 既然間 在我們交給法庭裏面 說的 還有其他人做我們類似的行為 為什麼不會 政府都去 申請司法覆核 去取消資格呢 那我們覺得這個是 由政治 一個政治動機的 歧視性的 就是一個任意歧視的 任意性和歧視性的 一個訴訟來的 那個法官 因為這樣才拖延 本來那個法官就是說 我速審速判 因為3月26日 你們有權投票的 這四個的票 我要告訴你 有沒有投票 因為我們做了一件事呢 那個法官就頒了一個零 就是兩個禮拜 就給我們寫 那個各自 永久各自的 一個 狀詞 又給兩個禮拜 給Johnny Mock 寫回 莫樹聯 寫回 反對我們 然後 再給一個禮拜 我們再寫 那就已經過了3月26 沒有重要性 好像是五個禮拜 是的 問題就是說 其實去到 好了 你 他現在沒有回答 不是 就是文件內 歐慶祥沒有回答 他說 如果是政治性 就告了所有 所以你都多餘 證明他沒有政治性 我們說 是政治性 但是在政治性裡面 都是有任意性 為什麼不告 趙家津 不告朱凱迪 不告 即是不去告法他 這個王樹也沒有回答 他說既然現在是政治性 不如全部告 喂 這個 這是白癡的答法 我是政治性 不過他在政治檢控裡面 仍然是有 制衡 他說沒有 不用回答 如果他有制衡 如果他是政治檢控 就全部告 所以他是沒有政治問題 因為他告一部份 不告一部份 就證明他不是政治 那上次歐慶祥都等什麼 等釋法 然後上次人大 整整大本說明書 不是 你錯 歐慶祥就自己 說什麼 我明天給他審 他一定釘我 他有可能看這個 歐慶祥就說 沒有人大釋法 我根據宣釋聲明條例 都可以釘這兩位 但是張舉能在上訴庭 不是 是根據人大釋法 一定要跟 你不要跟我說 沒有人大釋法 根據宣釋聲明條例 都可以搞 搞到他們 各位 你跟我做節目 一定是要很記性 以及有根有據 歐慶祥是拖 我那天聽官司的 你有聽 那他說什麼 歐慶祥 他這份判決書 都說 就算你是沒有人大釋法 我也是這樣判 張舉能說不是 在上訴庭 實際上就是不是 那就是歐慶祥被人刮了一巴掌 歐慶祥我只是害怕 其實他拖了一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拖了一個個星期 先 等人大釋法 不要計算了 現在我們那件事 就是上回張舉能 就是我上訴的 上訴庭就更加煩 實際上訴庭就更加煩 我現在一般人都感覺到是 是 社運界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你們各個別等等 都在互相信任 互相卸責 就是這樣 有什麼事情 在現階段 你們可以一起做的 其實至於現在來說 你說做大規模的群眾動員 就很難 有兩樣事情是香港人最容易做的 你說我試估也好 就是表態 表態最低限度就是簽個名 實名 如果這樣不行 他們走出來就很難 萬人簽名 那些不是實名的 我做了二萬個實名 所謂與薯片決鬥 是實名的 是實名的 填這個身份證的 沒有意思 小弟也做了二萬個回來的 那時候做功能提名 是的 實名提名 實名簽名反對DQ 還有捐錢 錢是很重要的 沒有錢 我告訴你 我如果要上訴 我解釋給你聽 我上訴去發援我 如果他給我 我的分擔費就不會太高了 是不是 因為我現在已經窮干第一名了 OK 但他的問題就是 他第一次 在給發援我的時候 他就外判了給一個大狀看 資深大狀說 我有聖算 所以就給了我的 其他三個就沒有 那個大狀都錯了 因為我輸了 你老實說 法援就說 第一次錯了 你現在沒有聖望 我不給你就可以了 如果我沒有聖望 我繼續去打 那 我那邊又要給錢 別人要給錢 那 就是閒閒地的三球 三球 那個 公子 來支持我 他就這樣賺到盡 根本賺不到 根本沒有 老實說 還有一個判斷的問題 就是說 喂 長毛議員 不是 長毛慈議員 喂 阿哥 你現在打官司 你說你有錢給 不好意思 你先給我那邊 那請求半 先放下 是的 要擠底 一天就要求半 就是這樣計 三球 就當了 拜託你先放下 喂 阿哥 你不能賭白頭片 那要求半 那要求半 如果你要支持我們 要給錢 他就怎樣打 所以我記得 守護工已經這樣 就是要籌到那條數 這個 就是官司這件事 因為這一類 那麼多年來 都困擾著社運界 官司那些 不是的 因為他用新加坡的模式 就是打他們殘 很簡單 我去打 打完之後 那我破了殘 就沒得再選 就是沒得王子復仇記 你們是有沒有辦法 大家 起碼 那些社運 也好 泛民也好 成立一個基金 不用說了 裏王捐出他這個 餐廳 一萬的收入 那我就有多了錢 裏王餐廳 一早被人收 給業主 啊 那就找業主說 喂 阿哥 業主什麼 什麼叫業主 業主調轉 就是主業 主要就是作業 做業 做業 不是作業 就是很簡單 真的做業 我舉個例子 所有人都會吃茶餐 早餐 晚餐 都送一杯 東西給你喝的 凍飲加三元 或者兩元 那如果你一個月 去吃這些餐 那繼續吃的 你不喝凍飲 喝熱飲 那省回 三餐八元 八三就二百四 二百四 都來捐 定額捐款 都搞定了 不是叫你不吃東西 叫你不要喝凍飲 你已經搞定了 或者 在星期六、星期日 你不用上班 那間早餐不吃 那當它是 價值是三十五元 那一個星期七十元 四個星期二百八十元 二百八十元 再加我那個所謂凍飲 計劃 那都五夠 如果你有十個人 是五夠 月捐 那就五千了 那麼簡單 香港人怎麼做不到 籌錢這個呢 我覺得簡單 你可以喝酒 本身是喝白葡萄酒的 或者好像呂王 買給我一瓶 是喝一瓶好些的 好些的米酒 那你喝燒酒便搞定 錢可能 籌錢 你剛才說的技術方面 可能很簡單 但問題 我是擔心如果真的設立了一塊基金的時候 那種互相不信任的情況下 這塊錢 被哪一位疑事去打 可能本身內部的 沒有人想去打 現在大佬 除了我衝動 我有機會打之外 應該這樣問 那 因為我一直在問 三月的時候 到七月的時候 其實你們四位 已經被人告的 DQ4又好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 DQ6 還在會裡面的 那些前同事 現在 老實講 我們都是煩人 那樣事情 不是即時的 危險 就不談的 那麽多事情 又拉布又整 大家又答嗎 喂 原來大家又答 你怎知道是幾次宣佈 又是在那裡談 明天宣佈 那哥 麻煩你 那你可能會想到輸 那你沒有辦法 我怎知道幾次輸 你說你不煩人 都煩 如果是真的做 老實講 當日籌了四球幾 已經盡了 因為又有九個人 又被人拘捕了去 說佔中那時候 做一個叫做 煽惑他人公眾防擾 那裡有九個人 初頭已經為那九個人籌 已經 當那些DQ 就不做了 那裡是普通法的公眾防擾 那裡是普通法的公眾防擾 是 那裡有太多官司 那你籌得給誰 現在那九個公眾防擾 不做了 就回到DQ4或DQ6了 你說的容易就坐在那裡 老實講 在我來說 已經拋豬老後 你幾時來就是幾時來的 難道我又為了一個未來要發生的事情 即是很簡單 舉個例子 你做了一些行為 有機會有愛知 難道你每天都說 我有沒有機會有愛知 不會的 你是應付日常的事情 我講的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看過核戰之後 你們太過年輕了 85還是86的時候 是 是 是 那怎樣才算呢 就有一個場景 我永遠都記得的 他說 哎呀 阿螞啊 爆了 他媽媽繼續接被 那天她浪費時間 爆死就死 我先繼續接被 明明阿哥 如果今晚 如果不是我DQ 你不就叫我上來講 講一下自己 如果今晚不是說DQ 難道呂雲 阿螞啊 可能隨時DQ你 你上來講講 不會的,大哥 是不是啊 我們是中性的 我們就是 拉丁文說中性 沒有男性和女性,是唸中性 當他是鄧仔那樣搞 所以說這件事 其實都不只知道 大哥,我問你 如果我不DQ,你會不會叫女王 或者叫楊先生 打電話,叫Mo上來 說DQ的東西,不會的,大哥 你自己也是這樣 其實不只說你 我只是想說羅冠聰 不是,羅冠聰 我們大家都不會再看這個問題 為什麼拖太久 我們想著他四月就判,五月就判 都不判 我也是,我都以為可能是 你來回文件五個星期而已 老實說,他足夠時間判,五月就判 給我們五個星期 那就四月初 他已經解決了 如果沒有Permanent State 他就會寫半詞 他會寫半詞 多久啊,哥 又沒有再釋法 如果他的文件那麼糟 他的文件是完全不合格的 全部都是Obviously 全部是形容詞 多於什麼 是不是 是 確訊 說到自己是很客觀的 很簡單,普通人看來就是 如果你說普通人看來就是 即是那個所謂 reasonable man 去看刑事案 如果刑事案 那個any beyond the doubt of benefit 給我的,哥 現在他沒有,他就中了那個 所謂 reasonable man 其實是錯的 是不是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這個剝奪 由選民附託的議員 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事情 所以即使在民事庭審 你都提高到刑事的 原則就是 所有疑點歸我 就是說 所有你覺得說 其實他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或者他這樣做 可能不是有心 沒有莊重性的 你要給我一個允許 他沒有的 即是他沒有給一個 即是有一邊就沒有一邊 他沒有給一個完整充足的法律權力給你 那怎麼辦 難道我殺了歐慶常 當然不會 歐慶常、歐官是官來的 現在不是水壺傳 是不是 水壺傳是殺官 不會的 我們是文明人 用刀叉吃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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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很好 嘩 長毛 當日 如果你是三千年前 給別人 你不就用刀叉吃你了 一刀砍下來 就於無飲血了 現在你 又煮熟了 又有刀叉 是不是 鋸一下鋸一下 還有一杯酒在那裡喝 文明了很多 你死得其所 剛才你說到議會外抗爭都沒有什麼 很難 人心換散 我同意這個說法 但是回到議會 你看到今天財委會發生什麼事 你會看到 整班議員 是沒有一個談好的事情 有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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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談不到事情 好像給別人的感覺 這是老實說 Tactical的事情 我不會爭辯的 Strategy 就是說 我們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要抵抗她 如果大家想著 林鄭過了 其實過其他事情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你沒有理由 因為林鄭 頒布遇旨 就讓她過 其他 醫院 就不讓她過 因為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就撐住林鄭 你撐不住林鄭 你撐不住林鄭 其他事情就沒有意思 根本 明白 所以我今天就是說 我不是說他們沒有談 我是說他們不湯不水 但是那個問題 那個Tactic 沒有談得好 Strategy 都不知道想怎樣 Strategy 就是說 不一樣的議會 我以後會抵抗你 但是抵抗到什麼程度 大家不知道 到底是連林鄭也不過 還是林鄭過了之後 就不可以過其他事情 但是如果林鄭之後 不過其他事情 你就解釋不了 林鄭比較兇 那屯門醫院那裡 我的人就 無所謂 其實問心說 你都被建制派過了一棟 這個屯門醫院 就算是過不了 都是兩個月而已 是 下個會期 第三就是 很簡單 林鄭說有追溯力 即是說 我那些教育部有追溯力 什麼都搞定 喂 她判我DQ就有追溯力 這些就沒有追溯力 公務員家人工有追溯力 喂 阿哥不要玩這些事情 是不是 公是我贏了 你輸 阿哥 比別人開翻攤那些騙徒 開翻攤的標松柴 阿哥 是不是 所以我同意你 是有談過 我也知道 我沒有 因為我講完我就離開 因為我個人很簡單 但她是中午2點半 即是她第三節會之前 我沒有看 她還有談 她還有談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但她們的狀態很好笑 不好意思 又來了 又來了 譬如說 張超雄那些 為何她 譬如說 19號20號21號3天 其實是可以交會期 陳健波旺 講得明白 那為何張超雄那些人 都打了交叉呢 就是因為一開始的策略 就想著 正如你所說 我要推倒林鄭的東西 我起碼擺個姿態 不是 不一樣的議會 其實是長線的 當然 超雄那些人覺得 而今天我就不讓你過林鄭的事情 就是表示那個決絕 即是說 我是不會讓你過的 這個策略或者戰術 就是戰狼戰術的討論 是不得而滿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因為打仗 各位 你有打軍企 有策略 有策略 這個策略未談 這個策略是不能搞的 明白嗎 這個策略是什麼呢 就和你那個 要做什麼有關的 這個標籍有關的 這個策略未談到 不是 為什麼我會說到張超雄這件事 就是因為說完之後 黃碧雲 在說要冷中 是要什麼 冷中要點名的時候 可能黃碧雲和民主黨 就覺得 如果連林鄭過不了不行 OK 但是 可能有很多人就覺得 既然間林鄭過了 那就給予屯門醫院 因為陳恆斌搞 就是說 有沒有搞錯 連醫院你都不放過 這些事情 你要談得很清楚 而且你坐出來 跟傳媒談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不是跟病人作對 而是 大義當前 我們沒有辦法不敢做 因為老實說 今天過了 十月回去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所以 所以 一地兩檢 所以 一地兩檢 都是一樣的 一地兩檢 都是一樣的 其實他們過了教育基金 後面的那些法院 我沒有說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沒有參加泛民的會議 我昨天說完 我走了 我就沒有理會他們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 永遠都是做事的人去談 不做事的人在說 你都沒有聽到 我自己感覺 泛民 關於議會內議會外 都暫時都沒有一致意見 也都沒有 更加不可能說 有什麼所謂strategy 不是很簡單 我女王所在就知道 肥仔哥 只是殊填殊粉 已經是 肥仔哥 我都是 你在我身後看 有十個洞 看到前面的光景 好像你說 有人有些意見 說希望 政府妄開一面 這樣 這個不是鬥爭 這個是在求人 什麼叫妄開一面 不是 就是說不去追你們 不是 這是策略來的 很簡單 因為你說 你跟人談判 如果你不追那些 行不行 你不可以再搞那些 行不行 其實老實說 這些就是 永遠都在政治上 就是還價 如果我有實力 就跟你說 浪費時間 另外 例如你教育界 那些 一早就說 餐林鄭 那個教育本 不要緊的 教育界 餐林鄭 我是完全 接收到的 為什麼呢 第一 那些撥款 分兩腳 第一 就是 給多些錢 給幼稚園 以至中學 小學 去改善那些師生比例 增加一些 做事的人手 令到 那些人手短缺的問題 解決了 抽回那些人手出來 做一些 事情去幫學生 這個對於 教協來說 是理所當然 但是對於另一部分 三十幾億裡面 十幾億 就是說 錢跟校走 時不切 錢跟人走 是說不通的 是不是 楊鴻就說 我們有個政策 因為八大院校 一早已經做這些 學士 學士課程 副學士行接課程 已經是不平衡 因為政府幫了他們 現在我們政府 用錢幫那些 那些 那些 那個 那個 師立院校 師立院校 他說覺得這是一個平衡 那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 林鄭 在建教學界 那時候有沒有跟他 答應了 阿哥 是不是 即是你的交易 根本上是完全不清楚 阿哥不通 為什麼要錢跟校走 阿哥 我現在 給錢你去看醫生 一定要看怪醫 鬼醫 你真的不真的 我給錢你 你去買橙汁 不過一定要幫齊生 其事 這個根本在 在 在曾蔭權 已經有了 搞那些 電燈膽的時候 原來他 外府就是做 做代理 有一半的市場 那個是黑電膽 黑電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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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所以說 不黑劍之所以 要被人罵 就因為 他是局長 楊潤紅就包尾 如果楊潤出來 那怎麼辦 你不用說 你不要再說 我們不會再說這些 如果你說 錢跟校走 錢跟人走 我不會跟你說 你講什麼 楊潤紅 阿哥 所有坐上湯豬鎮的人都被人 現在這個 我們當然理解你說什麼 但是 以一般的市民來講 他們的想法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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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政府說 給幾十億的出來 搞教育 那你們班人就阻止 不通過 政府是引導 現在的社會大眾 這樣去簡單方法 浪費時間 你就有追溯力 就可以了 公務員 家人的追溯力 梁國雄DK有追溯力 那為什麼這裡沒有追溯力 阿哥 解釋 那有沒有繁民 有沒有辦法引導 拿回民情的主導能力 我們都有責任的 很簡單 我又不是爭繁民 事出突然 由現在 由禮拜五到現在 其實都只不過是五六日 一、二、三 就是五日 文森說 這個就是 因為 這個就是 歐官 他在 禮拜五 才給班寧 三點鐘 還要 給班寧 多數都是十點鐘 是不是 你死了 即是隔日燒賣 又縮又臭 你都要三點鐘 你搞什麼 就算 就算 說歐官 我就是有機會對你的 你有沒有看我不知道 民心 是不是 就算是未DQ這件事 之前 過往這麼多事情 政府 其實都是 搞到這個社會 又撕裂又 吵什麼都可以 然後他一定 用很簡單的方式 去引導民情 就被人感覺 吵吵閉 其實很簡單 這個很簡單的 我現在又說 大律師公會不出聲 是沒有盡責 大律師公會不出聲 你這個大律師公會 是在我們的 建制裏面 給了一個 自由道理 差不差 但是你的 是不是 你是拿了所有的權利 但是在這個這麼重要的 關鍵問題上面 一個人 一個大律師 一個大律師 資深大律師 去說法官 是會有後果的 一個大律師公會 去說 說這個司法機構 有些做得不好 是一個集體來的 你不出聲 唯過 數啊 不斷數啊 由 星期五數到現在 五天的了 那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問題 我明白 其實泛民有事 有沒有辦法拿回那個民情的主導 因為現在很多 他的主導很簡單 就是搞到你的社會 混亂 然後他一句說 因為你們有搞事 然後那些蠻毛 就說政府對 你們有搞事 你不要說蠻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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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蠻毛 人人都有權的 沒關係 無知不是罪過 還是無知才是罪過 林鄭做這件事 最重要的是 不是另一個社會 自願選擇 自願選擇 無知都是罪過 你錯了 你錯了 因為這個蘇格拉底 就說 蘇格拉底怎麼說 蘇格拉底怎麼說 臨別了 我去死 你去生 何者為皆 只有上帝知道 你要這樣器概才行 你不要說 你講諸 阿哥 你兩位好有知識嗎 就是很簡單這樣說 一個人 就是好像說曉波興 他告訴你 我就是這樣了 你收不收到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會罵你的 你明白嗎 劉曉波做的事 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只不過是因為 我們 共產黨是很離譜 令到他做 一個普通人做的事 其實劉曉波 做的事 就是讓他蘇格拉底 就是說 對和不對 你決定 是不是 所以我不會貶低文字 至少簡單來說 我不會當市民白癡 第一件事 不是 指民去屈袖 這樣會造成了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被控什麼 你說話 令到雅典的青年不敬實 你說 我不認識 你不要說清楚 可以嗎 這是理性 如果你說理性是不重要的 那就不要緊 我會喝毒酒 蘇格拉底是 你知道嗎 那些門徒已經安排了 佛款 已經不用喝毒酒 所以 派拉底安排了酒老 是啊 這個當然是 就是 兩個版本 這個 派拉底和適洛分 兩個版本 不同 兩個蘇格拉底 兩個行議 這些老實說 都是一個寄託 一個假託 蘇格拉底當時 是不是這樣 不像 每個人都寫個版本 很簡單 我們用蘇格拉底 現在流行的版本 老實說 我不好意思 如果你覺得我要死 我真的會死 但你的死是為了自己 還是為了有意義 有價值呢 你沒有看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 我就說 我再說一次 臨別的時候到了 我去死 李門生 何者為戒 為常 就是知道這個 我自己譯的 我不懂英文 不過我看了英文之後 我自己譯的 就是更加簡破 我現在走了 我離別和大家 我喝毒完毒酒就死了 是不是 你們就繼續生存 我就死了 那哪件事是最適合的呢 上帝才知道 上帝是甚麼 就是你們 你覺得你今時今日的犧牲 我和蘇格拉底都不能避免 浪費時間 我又不用喝酒 我想長毛又不覺得自己犧牲 我又不是 甚麼犧牲 我還在喝女王給我的 那你假假的一個民選議員 你給別人有什麼大問題 他不是假的 他是真 他真的是民選議員 他制度 被人證責的時候 大家覺得制度被人證責 可是沒意思 大家就沒意思 好嗎 所以我覺得 就是議會現在的抗爭那條線 大家都未談好Line to take是怎樣 你看到一個教育撥款的事件 就可以令大家都亂了 這個最大的問題不是令市民和議員對立 是令議員自己對立 你會見到大家有不同的盤算 因為不同的盤算 因為不同的策略 大家還去做不同的事 是做了一件前後矛盾的事情 我想你的意思是反非建制議員之間的對立 你講回蘇格拉的故事也是 那些盤徒有不同的策略 他們說我跟他們談好了 我給錢 師傅不用死 師傅說不用死,不好意思 多謝了,我要死 蘇格拉和他的盤徒都不同 但是蘇格拉底最後他有自己生和死的決定權 你當蘇格拉底其實是群眾 是人民,支持他們的市民 但是現在是連市民都推不上他們 最大的問題 那當日雅典的市民覺得蘇格拉底應該死的 那些公民都覺得 這個類似耶穌的情況 成債猶太人都覺得他應該是十字架 就是不信神 不是信不信 起碼他信不信 其實很簡單 耶穌三次入耶路撒那 第三次就Cucify Him 即是說將他處死 兩次都是貴官的 第三次就是經官 不是現在大陸的經官 是經濟的冠冕 民心就是這樣 那天是真的民心 你要對那些人有信心 耶穌在釘十字架之前 都問父,為什麼你令我如此 最短那句聖經就是耶穌哭了 耶穌哭了 耶穌哭你那個其實好像是 因為那個拉撒路死了 他是耶穌哭來的 不過耶穌曾經在 橄欖三祈禱的時候 可不可以將這個福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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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當時就不是流律 他是流汗 很簡單 但是他都一樣 你說耶穌的前任叫施洗若漢 是 他根本就是離錯了 大家都以為他是 OK 那他的人頭是怎樣拿的 被希律 希律安提派殺了 是 是 問他老頭 你想遲些什麼 他說 我要施洗若漢的人頭 然後就斬了 他就死了 這樣就說 施洗若漢跟耶穌相差一次 不是 我意思不是說你自給成為聖人 我意思就是說 我意思是說 梁又又又好 或者是DV4又好 或者是往後再一大堆 我意思是說 整個公民社會 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是應該的 但是你將 那些 當然一個民選的議員 是有責任的 因為他是Leader 應該是Leaders 他做得不好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去 不只是罵他 即是給他一點時間 不是 你自己有什麼話說 如果給你是他 當然你是沒有責任的 因為你沒有 選民的附託 叫他在那裡說話 明白嗎 這個就是我跟梁天琦 見論的時候 就是說 他告訴我 他說 喂 我沒有的 是不是 梁天琦跟他那邊是什麼 就是說 我說他是人血饅頭 我沒有人血饅頭 為什麼呢 我 我去那天衝擊 然後 我沒有主張暴動 那 我不應該承受這個罪責 我說 不是喔 因為 你是一個領袖 我說為什麼是領袖 我說 你在候選人的時候 一定是領袖 你必須要是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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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說 我那天是行過的 我不是不可以的 是嗎 他是以領袖的形象出疑 這個是 我認識 阿天琦是一個年輕的人 他考慮的事情 差不多是知道的 你不可以說這一刻我是領袖,這一刻我不是領袖 但回頭會不會就是,因為他那天的詳細案情不再講 但他那時,他根本沒有叫人去暴動 很明顯是,但你是覺得那個魚蛋革命令你有個光環競選 時代革命,我忘記這個口號是甚麼 我明白,我意思就是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我明白,他當時已經演變到對視,他就為了要保護群眾 他就將這個變成競選活動 競選活動一定是領袖來的 我意思就是說,當之後的發展就不是他的控制之中 但是他之後,他說沒有自己的責任,其實不是 其實都有他的責任在這裏 即使你不是鼓動,你都要承受這個責任 因為你有洞禄之旗在這裏的時候,別人認受你的時候 其實你即使你放過他,都是有責任在這裏 由魚蛋革命去到競選 他是說,我是支持魚蛋革命的 他最出位的說法就是,如果人們找一個玻璃瓶去插記者 這個是紗石來的 我們要保護一些去參加當日去魚蛋革命的義士 所以他其實是要,怎樣說好呢 他要領袖這個責任 所以現在其實,回到頭 他們不會再去很公然地說要勇武抗爭的 當然啦,你看到他之後一直沉澱之後 他就會告訴你,我要重新去思考這個勇武抗爭的路線 但是回到頭,大家都不是很敢勇武抗爭的 因為大家知道了結果是怎樣的 那個代價太大 代價太大 還有效果未不張 不是效果不張的問題 而是你在什麼時候採取什麼行動 是令到這件事情有根本上的改變 而這件事情是沒有根本上的改變之餘 更加令到罪責是重了 當然這個不是說,所謂的衝擊的責任 而是說你政府是一定要用這些手段去對付你們這班人 現在說得太遠了,我收網了 很簡單 我相信大家都想說的是說 今天在立法會的財委會裏面的表現 我會跟大家說 不一樣的議會 是已經 今天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一種的經驗 十月份翻譯的時候 不一樣的議會是什麼呢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我們是不會和政權合作的 不和政權合作 不一樣的議會 我們的取捨 我們要告訴香港人 我們是沒有忘記到你的 我們是會想到你的 我們會頂住這個政府 但是我不會犧牲你 那中間的平衡是怎樣拿呢 就是智慧來的 所以我想起 1994年的時候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1994年的時候 其實是劉千石 他打雇傭條例 他幫工人欠了 我當然明白 當日他就立即辭職 就找李卓人去選 我不是說這句 我是說民主黨當時的取態 民主黨當時攔著他 告訴他 阿石不要辭職 你辭職 要不就退民主黨 是這麼說話 結果他當然了 他之後上去解話 說我們一時情急 我們收回 我們對不起 道歉 但是 當時黃毓民 口花花地說 不如你們12個人總辭 司徒華說不行 當然不行 難道為了告訴別人 我很有吉利 我就去總辭嗎 我背後要一個策略 總辭的問題很簡單 總辭不是新的市民 總辭就是決裂 決裂之後你做什麼 做什麼 只有一件事 就是說 我今天 我和你決裂 我就有一個 dual power 雙重權力 我會告訴香港人 不用服從這個政府 不服從這個政府 不是辭職 是說 我已經成立了一個新的政權 人民委會 是的 麻煩各位 你不用管他們說什麼 你有錢給我 不用給他 不要交稅 交給我 或者 交百分之五十給他 維持香港運作 百分之五十給我反對他 或者百分之六十給他 百分之四十給他 任何人 講得總辭 而不是想著成立這個 雙重權力 即是替代權力 是亂說的 我告訴你 現在似乎有這個即座 聽話說 曼特拉 拿諾貝爾和平獎 是因為他放棄了武裝鬥爭 這個放棄武裝鬥爭是甚麼呢 就是 駁塔 打探討的 白人政權 德克勒克 是德克勒克 不是駁塔 當時是德克勒克 一起拿諾貝爾和平獎 是的 也是駁塔 因為是 兩個人來的 駁塔是德克勒克之前的那個人來的 是南非國民黨 是 很簡單 我就說 如果你放棄武裝鬥爭 我放棄你 我不會放棄 曼特拉 在南非白人政權屠殺黑人的罷工群眾之後 他就說 我不會跟你講話 我是律師 但是我主張是暴力抗爭 我要成立一個部隊叫做民族之矛 是 作為這個 凡非洲人民國大會的軍事營 是 曼特拉 離開了南非 去中國 去哪裏 找武裝 太多了 他的 他的罪行就是 你用武力推翻一個政權 是 他 有機會釋放 他就說 你放棄武裝鬥爭 我馬上釋放你 他說我不會 除非你給他 抱住我 所以曼特拉 不是他做政治囚犯的時候拿和平獎 是當他放棄武裝鬥爭 是 然後跟 撲塔傑說 大選的時候拿的 是 兩個人分享的 是 那時候是這樣的 是 德克勒克先找曼特拉談 跟他說 有條件放你 你要 條件就是放棄武裝鬥爭 他說不行 我現在不 你放我 我都不出來 我一定不放棄武裝鬥爭 你要放棄我 你一定要無條件放棄我 放完之後 所以我們才慢慢談 然後才放棄武裝鬥爭 最後就 和 曼特拉 其實他是跟 他的老婆 Winnie Mandela 說 Winnie Mandela 繼續要鬥武裝鬥爭 他在外面繼續搞民族貿易 因為 繼續炸人 很簡單 拿一些 鋁球棒 去繼續打 問他 你說 你是否傻 我們過幾天就大選 贏他 打什麼 因為這個是 這個當然可能是 再遠一點 但是 不是再遠的 不過 還有更加遠的 甘地 各大黨 各大黨的多數 不批甘地 甘地 我造業 我造業 叫這個全印度的人 公民抗命 不交稅 我自己造業 因為造業 是英國人的專利 他由開始走的時候 英國人說這個人沒有用的 他走的是小丑來的 他是反對他的叛徒 叫做尼克魯 看書 我也有看 他跟我講 那你講 因為問題也是同樣一樣 又是雙軌行車 因為非洲 不是 你說人 甘地的策略很清楚 你有沒有看 我告訴你 你不要假裝有看過 我相信他有看過 但是各大黨就說 我們不可以再搞了 甘地就說 我不會跟你講的 我現在就做鹽運動 做了鹽之後 令到英國人很頭癢 那跟著 甘地去倫敦就說 我不會談獨立的 我是談自治的 那 尼克魯就說 阿哥 我的先生 你不是吧 去到處都是談自治 我們談獨立 甘地就說 我不會談獨立的 我是談自治 他不給自治我 我就搞他 是 沒錯 所以最後 最後 印度組成的人民軍 即是一支武裝部隊 開入去城的時候 在談到Congress的甘地 才震驚了一下 即是你一方面 其實是和平抗爭 另一條不同的路線 其實是打到飛天 我是印共來的 我明白 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有一條是堅持 非暴力的路線 是沒有問題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我意思就是說 是不能忽略 所謂的武力抗爭路線 當然 我不是說 今天就要武力了 今天就要革命了 武力和 要抗爭 根本是壁南北北的 但是現在就是兩條路線 都好像死了 非暴力抗爭 又沒有去到盡頭 去不去到盡頭 你別說 你講大了 香港是沒有人想著 成立一個武裝的鬥爭 去推翻政權 還沒做到 所以就是 大家不緊張 或者是做了 收費 現在很多人說獨立 愛爾蘭共和軍 在1996年的復活節起義 死了 十二個領袖殺了 再過了一陣 他說我這個選舉 我贏了你的議席 我不會去發金銀行公首席 你說這件事就對了 1916年 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 我朋友就剛剛去了刀柏林尼 他跟我說這件事 不用你跟朋友說 你有輸 大家就知道有什麼事 但是當時的人是怎樣 當時沒有這群共和軍 走出來的時候 說你佔領 他正願不是佔 不是佔領 不是佔領 佔領 他佔的不是軍事要塞 不是好像 你說什麼時候 1916 他佔的刀柏林 就是Town Center 阿哥 你說什麼 那個不是Town Center 是油局來的 OK 愛爾蘭共和軍起義 那個叫James Connolly 是社會主義者 12個人被人處決 你不要跟我說這件事 或者我們回回 你說什麼 或者我們拉回 Easter Rising Easter Rising 那誰的12個人死 我就不知道 不是佔領 是起義 打仗 我告訴你英軍是用炮 用炮 去打到愛爾蘭 刀柏林 是沒有了半個刀柏林 你不要跟我說 我太熟了 或者我們現在 不要拘捕 我們現在拘捕 我們現在拘捕 香港 阿波 他是起義 是軍事起義 那時是沒有人認同他們的 我明白 即是有人走上去 我明白 我明白 他起義失敗 但是他是起義的 不好意思 不是佔領 不好意思 不是佔領 是起義 或者我們不要拘捕 我們回到香港 現在除了面對 未來的官司 那些問題之外 今晚講完了 還有遠一點 就是那個補選問題 麻煩你上去 維基百科 看看James Connery 你跟我講些話 或者我們 我告訴你很簡單 再講 愛爾蘭共和軍 打死 打死 打不到 到他在這個六十年代 再起 是同時間 去攻佔 去攻擊 五個的英國軍營 拿去搶武器的 可能他是這個叫做 就是去放一招 可能很多人給他武器 我不知道 蘇聯給他 我也不知道 他是五個的軍營 衝進去搶武器 我說給你聽 各位 你說香港獨立 你有什麼氣概 同時 在五個解放軍 要塞裡面 搶武器 不單止搶武器 他是其實買的 最主要是買的 在美國的客戶 那你不用說了 不用說了 即是說那些說明 即是說 在運動武器 但是別人是 告訴你 你可以說 空手有百人 即是洗了他 我搶武器 其實有很多武器給我 但別人是 我忘了問過 總而言之 就是去英國的軍營裡面 搶武器 哥 麻煩 你哥哥這樣讀 搶武器 哥 其實現在還有一件 豪衝那件事還沒判 大家知道嗎 豪衝是做出來的 一年多 你不要說做不做出來 但別人是有炸彈 你講而已 我沒有 你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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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再加一年多 兩年差不多 我給你講 現在只是沒有人看 大家還不知道 有很多原案 現在都搞不到了 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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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 那件案是很簡單的 其實是充滿意見的 就是什麼 全國獨立 我忘了 全國獨立 全國獨立 其實只是一個素人的組織 他沒有認同 沒有認成 這樣出來 然後被人打出來 就這樣了 但這件事是 擠了一年幾兩年 其實都沒有人 怎麼理 甚至沒有人記得這件事 即是 我不是說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是有沒有這樣的勇氣 而是 回頭 另一方面 大家都沒有這樣的準備 剛剛說 其實大家都沒有這樣的準備 當然 那些生意人 簡直覺得你 是阻礙我做生意 即是有個女人 當面衝過去 向著革命領袖 告訴她 我不會投票給你們的 你們沒有規定的 你們選舉 我一票都不會投給你們 你錯了 後來選舉就贏了 之後就贏了 因為 因為 他們死了之後 即是 你明知道死了幾百人之後 死的還有很多是市民 革命黨人 只死了十幾百% 因為他用大炮去射那些人 但問題是 用大炮去攻擊那些起義的人 因為 其實 其實我朋友跟我講開的時候 他就說他一件事 你朋友是什麼人來的 他就很簡單說 你朋友是什麼人 他去了愛爾蘭 就可以說話了嗎 浪費時間 有歷史的 他覺得就是 那時候 處決都是一時 即是 即是家常便飯來的 那為什麼 今時今日 即是去到 你都是處死了 不是很多的人 十幾個人 十幾個 死都是十幾個% 其實很多是平民 五十幾個%是平民 有十二個 在復活節起義的 十二個領袖 被拘捕了很多人 對 或者這樣 YouTube看到的 不用爭 這些是歷史的資料 我們可以上網看 其實未來 面對一個 香港未到這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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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未來 這個 也不是這樣的問題 現在一個比較迫切的問題 牽涉到一個補選 有六個議席 是吧 新界東 兩個議席沒有了 九龍西 兩個議席沒有了 如果政府是正進做一次的選舉 很簡單 這個政府無恥 是一樣的 老實說 如果8月25日 梁柔去做那個 去終審庭 拿那個許可去上訴 是輸了 那就是沒有了 即是他們兩個議席沒有了 那你就要去前進 因為他們已經做了 即是說 刊憲 就這麼簡單 是 那你如果他終審過了 你會不會上訴 終審過了 就看他怎樣選 我一定會上訴 是 那如果是你們上訴 那可能 可能政府又說 要追你們那個判決 然後才想到選擇 這樣 那其實又是拼在一起 都是拼不到 因為他要去前進 但是 那個期應該是林鄭月娥頂的 不是不是不是 如果8月25日 8月25日 他們拿到那個 許可去中審庭 那就排期了 我還有好議員 我還有好議員 那個司法抗爭 Oriented 就不關於補選事 你那件事 補選就是他決定的 由特區政府決定的 8月25日 梁柔去 所以 中審庭拿到許可 去打的官司 是由法庭決定的 是 那我有什麼可說 那如果 問題就來了 就是 worst case 政府一路拖 他不 ongoing 他一定要寒酷 政府不可以拖 政府不可以拖 即是一定要填補 那些位置 不是 如果梁柔去 這個 中審庭的東西 拿不到的時候 他就去那個hack 他一定去那個hack 其實鳳華講來講的就是 我再講一次 鳳華今天講的就是 當有官司 在8月25日 去這個中審庭 拿去 還沒決定之前 我是不可以補選的 那由現在到8月25日 梁柔兩位 他去拿不拿到 中審庭的許可 給他打呢 是決定性的 8月25日沒有了 那就是他那兩個議席就完空了 那兩個議席完空的時候 就是在過去我們 進行補選合理時間 五個月 如果他繼續打的時候 他應該先走了 如果政府 真的 講規矩了 假設政府還講規矩的話 他就應該梁柔那兩個席位先走了 是啊 是啊 他在8月25日 去中審庭 拿那個許可 去 在中審庭上訴的議席 一輸了之後 他就去那個hack 你說什麼 明白嗎 那如果 那 好了 那 再爭拗他 會不會繼續來的問題 那其實你們的策略會是怎樣的 譬如說 沒有策略的 因為先有兩 沒有策略的 很簡單 8月25日之後 如果梁柔去拿中審庭的許可 拿不到就要補選 是啊 不是我意思就是說 要做初選的嘛 泛民 什麼叫做初選 泛民 不是這個反主派 不是這個問題 你說錯了 梁柔要go ahead 就是說在九西和新東要舉行補選 是啊 但是現在 我可以上訴 所以不算你們的策略 所以不算你們的策略 那算什麼 因為你們拆開嘛 所以我就是說 現在的問題 大家就怕 政府奸到就是說 等我 那現在說 你不要管你們的策略 那你那策略可能就是 往後 你打完官司才去再組 不是不是不是 誤會了 8月25號 梁柔去申請去中審庭 上訴的Case 一沒有了之後 就go ahead 我想 毛毛齋的意思 你講什麼 我明白 我想毛毛齋的意思 就是說 假設梁柔他們的go ahead 先 那兩個值位去補選 那 泛民裡面 會不會自己先協調到 有一個 如果go ahead的時候 在任何情況之下 泛民和建制對決 泛民一定贏 是 要看一下 如果泛民自己那邊出幾個 這個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另外一個問題 你不明白楊先生 因為意思是怎麼說 就是說 他將我和梁頌恆一起競選的時候 將我和梁頌恆出決 一起選的時候 在新界東 有兩席一起選 這個建制派派一個人出來 他拿30%的選票 已經贏了 這麼簡單 你也不明白 是啊 那你現在是兩個人 他兩個人 不是那個問題 如果825 我真的不想說 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 我喝了那麼多酒 8月25日 當梁領 拿不到 終審庭 讓他去上訴 就是那個人 如果我繼續上訴 我和他沒有可能一起選 是啊 我明白啊 兩個時間來的嘛 問題就是說 建制泛民對決 當然是泛民贏 要用回新東經驗 但是你們那四席是後 即是Touchwood 那就要再選 那就要 都是你們四個出來的 但是梁領又不同 梁領是可能會先從泛民初選 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Go ahead 都是Go ahead 都是Go ahead 都是Go ahead 如果梁領又去選 梁領又去競選 就競選 但是如果去到你們那四席呢 因為如果去到你們那四席 可能就是推你們出去的 那會不會有不公平的問題呢 你覺得 為什麼不公平 你告訴我 因為如果 如果你說對決 那就一定是反對派那邊 很簡單 梁領是 如果他是Go ahead 去選 即是他 單獨面對其他人 他選不選 我不知道 他出決 可能其他人上去選 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跟我談過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節目講的 就是浪費時間 OK 真是浪費時間 最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梁領 在8月25號 去做一個最後來的 向中審庭做出的一個申請 說要審不下一個案 其實如果一旦轉到 他就會去吃 我不用去吃 我還有很多情緒做 是 那還要說什麼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始終 到了可能你去到終審的時候 可能不止你 或者可能是其他人 你知道羅冠聰也有機會 即是你和羅冠聰也有機會 即是你和羅冠聰也有機會 我沒有機會 香港只有一直 好了 那就是女王浪費時間 女林王浪費時間 不是說兩直爭 不是說九西新東這樣爭 而是只有一直的時候 不 羅冠聰根本都不受這個影響 不是 是不跟你玩 即是譬如說 我民主黨又想出人 這個一定不會 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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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浪費時間 怎麼一定不會 現在新東已經在搶 人有嚴恥 新東已經在搶 誰 誰 范國威 好早已經有了 即是我覺得你說浪費時間 所以好早已經有了 即今晚我早點回家睡覺 即是我覺得你 You are out You are out and not informed You are not understand the whole situation That's my comment on you 我告訴你 你想的東西是完全有機會發生 但是不像你這樣想的 簡單 所有人出來競選 沒有人出來都可以 但問題是說 endorsement 你應該出來選 有沒有endorsement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即是說 梁遊才是受害者 然後大家都會選他 選不選我 我不知道 但是endorsement 或者是梁遊 好了我endorse 你一個人都是青年新政 也好 都是本土派的也好 總之是搭肩膀 即是好像梁天琦Plan B 搭肩膀 那就有mandate 就是這樣 老實說很簡單 這些事情是現在談不到的 那個mandate 在哪裏 到底endorsement 在哪裏 現在是不知道的 但問題是 我告訴大家 大家要預防的 就是這個特區政府 是無恥到 就是說 不按牌你出牌 硬將新東出缺 兩席 譬如我和梁重行 一起去選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 所以在現在來說 香港人要防就防這個 就是這個九西和新東 拼在一起 肯定就沒有了兩席 算數都知道 總之他一次 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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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輸完 我告訴你 我們沒有多少票 而已 你看回周浩鼎 即是保選是低一點投票率 周浩鼎和梁天琦選 和楊岳喬選 楊岳喬加周浩加梁天琦 O4Germany打敗了 37加15 到34 好像差3%了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我們努力一點 搞定 新界東 我相對來說 會樂觀一點 即是今晚都夠時間 即是 酒都沒了 我就不想喝 所以不再說 沒有酒喝就不再說 我想不簡單 你想的東西 是合理的 但是 要明白一件事 即是特區政府幾無恥 我們猜不到 如果特區政府是無恥到一個階段 就是說 梁又 輸了一個 終審庭的上訴 他都 他都 他都不get set 不go ahead 這樣就沒辦法了 等我 沒辦法了 即是你始終都是覺得公道 自在人心 大家都是會 即是 去到那個位置 不是這樣 我們三個都說什麼 他有個critical point 都是埋位 不可以 我們三個都說什麼 我相信 香港人明白嗎 我也相信 我相信 不可以 如果你無恥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 梁又 8月25號 我繼續等梁長毛 這樣浪費時間 我只不過是 等小禮浪費時間 我只不過是 蓋坦有些人太短時間 但我還有你 你真是不是吧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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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繼續來 你先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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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喝酒 不要有人送我回去 老實說 你真是 很奸 我發覺你 所以 我其實覺得 後DQ時代 反而補選 其實真的不重要 就是阿洋說 開老師說 我反而覺得不重要 就是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你怎樣變成選舉制度 是不重要的 我只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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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你玩 你贏不了我們 贏不了 贏 都是因為你 控制制度 然後 用小的選票 拿回席 那 他是用制度來贏 他不是制度 不是制度 是用建制 establishment establishment 整個國家機器 就是 這個叫做 state apparatus 就是叫做國家機器 本身現在 不是用建制可以說 國家機器 就是說 我是一部機器 我只為一個國家服務 這個國家 到底是習近平 一個人管的 或者是 習近平加 這個 李克強加上 王岐山管的 我不管 這個叫做國家機器 收到沒有 Fate apparatus 不關於 什麼事 我們 責任 法律 不關於 法律 法律 浪費時間 好 OK 雖然 雖然 呂王 多給我 我都不會在這裏說 浪費時間 老實說 如果香港人 是可以容忍這件事 那麽就 不好意思 你是 我該的 逮你 不該 好 走 走了 走 我真的走 不好意思 是不是喝大了兩杯 你今晚 不不不不 距離我醉 還有很遠 如果大家坐在這裏 今晚 由 11點半到現在都差不多 1點10分 1點10分 我擔心不是補選 真的不是補選 Whatever 告訴你 選舉 只是制度 我們要宣傳選舉的制度 但是當選舉制度 被人是壞弱了 Distort了 那 你想想你怎麽做 好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大家都想想未來怎麽做 好嗎 非常多謝長毛 不用多謝 咦 新加扁 這個